同学们好,我们现在想要解决的是99乘法表 什么是99乘法表呢?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希望印出 比如说3乘以7等于21 然后下一个是什么? 3乘以8等于3,721 然后呢3,824 然后3乘以9等于27 类似印出这种99乘法表 它很多,前面可是2乘上7等于多少? 2714,空格空格嘛 所以它的大概写法2乘8等于16,空格空格 然后我只写一点点哦,写不完哦 这个整类自己写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们发现99乘法表上面也很多 下面也很多,左边也很多,右边也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五行把乘词写完 哪五行?第一,一定有印东西 第二,我们希望左边有个回圈 右边有个回圈,做出来这个长方形 左边回圈,右边回圈,这左边回圈,这右边回圈 所以我们要做两个回圈 先写出形状 呼吸一下 进入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既然要印出99乘法表 一定要印数字 所以多少乘多少等于答案 由三个整数 所以开始把这个负值变成一个数字 乘上一个数字 等于一个数字 叫答案 记得后面可能要加空格或是加反斜线T 看状况 我们不管它,假设我们现在用空格好了 第一个数字 管它不是i就是j 总之有个数字叫i,有个数字叫j,有个数字叫r1乘上j 什么意思呢? 一个数字是左边的某个数字 一个数字是另外一个数字 结果呢 放在等号的右边 所以这三个数字配起来分号结束 我们已经把99乘法表已经写完大部分程式码 最难的是在for回圈怎么写 for回圈要怎么写呢? 一个是r1,一个是j 到底谁在,谁在很麻烦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99乘法表的特质 特质在看的时候,左边 我们说左边是i,左边是这个嘛 左边是他 所以左边会改变的数字是谁呢? 好像我们就说有个99乘法表 inti等于1开始 i小于99乘法表 小于10 i++ 什么意思呢? 这一行i有哪些i呢? i就会等于 i会等于1,2,3,4,5,6,7,8,9 10有没有呢? 10没有 因为是小于10,所以10是不存在 不用写10 不用写10 所以他从1开始到小于10 有些人比较小心谨慎 他会写小于等于9 也可以 看你喜欢用哪种写法都行 这就绝对程度代表 这叫做进阶型 不是基础型哦 是进阶型 人类可以理解的叫进阶型 电脑可以理解的叫基础型 这个叫进阶型 好,我们再写另外一个回圈写出来 inti等于1 j小于等于9 j加加 我们基本上这题快写完了 两个回圈 左边从1到9 右边也从1到9 跑出来的结果呢 难过了一下 为什么呢? 他的9有成本表排版很烂 这第一点缺失 那怎么排版解决呢? 这个全部印出一系列之后呢 下面回圈结束 这叫做什么? 左边有个回圈 右边一直狂打 所以印完的时候 记得印一个跳行 乘字码希望印一个跳行 我们再仔细一下结果 99乘法表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那我们不求多 先写出这个版本 等一下再改它 我们把这个图截图 同学们把这个记起来 这叫99乘法表 关键1231 一个数乘一个数等于答案 所以一个数乘一个数等于答案 印出来 叫99乘法表来 印答案 第二 有左边有右边 左边有个变数i 右边有个变数j 所以就左边是i 右边是j 左边这边会变得叫i 右边叫j i就是123456789 左边这个i j就是1234 j是这个码 j是第二个码 5 6 7 8 9 这是第二个变数 i跟j的变数 用这个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 还不正确的99乘法表 还没有正确哦 等一下调到正确 等一下再调 我们先关广播 同学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吧 刚刚有同学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forward channel是写i++ 为什么不是写i- 为什么写是j++ 而不是j- 问题 我建议大家看forward channel 不要先从这边看 先从右边开始看 当你需要99乘法表是123456789的这个顺序 那么每次数字呢 要做的是加还是减呢 我们看到1变2要加 2变3要加 3变4要加 所以这里我们要放的是加加 如果你数字是要倒过来 像今天的考试 我们是54321这样下去 它就是会减减 所以加减减 不是从这个函式地方看 而是因为你的需求 它的数字往下 这个数字一直在增加 往右一直在增加 加2变3增加 每次加1 所以写是加加 如果你写加等于1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只是呢 要打四个三个字母很麻烦 我们写个加加 比较简单 打一样的字母特别的快 这是个小技巧 所以我们现在i等于1234567 z的数字呢 也会是1234567 那么我们下个命名就出现了 23456789 我们印出来的99乘法表 注意 如果这边写end 就是debug题 pointf通常这里不要写end 写end就错了 没有s就不用写end 那个符号的s 不要这样写 我们印出来的结果 一看 哦 99乘法表 但是它是对的吗 好像左右颠倒了 要近射一下 左边右边i跟z都错了 为什么呢 左边 同一排 左边下去就是应该是改右边123456789 改右边的数字 有人听得懂 有人听不懂 但总之把这地方改成j 这地方改成i 把乘号的左右做调动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直行出来的结果 哦 1得1 12得2 这不是废话吗 21得2 22得4 23得6 这等号叫做得6 24得8 25得10 或25 10 2612 2或得12之类的 你又知道改等号的左边跟右边 我们就把这两个数字对调 调出来就99乘法表需要的变数的样子了 好 那我们这边地方广播结束 好 20